记者吴博宣台北报导,大学考招明年针对个人申请的第二阶段作业时间调整缩短为三周,引发恐有644校系冲堂争议。 大学招舍委员会联合会经邦晚表示,将透过协调各校排开冲突,渴望将冲堂校系数降为456个,这数字比去年冲堂的493个还少,应可疏换情况。 大学招联会执行秘书戴念华表示,为了让高中有更多时间上课,才规划逐年缩短二阶作业流程,明年线缩为三周,经统计明年4月14日会有644个校系冲堂,是最严重的数字,但细查发现多个学校事实上是将二阶作业分为多天期,因此实际作业可彼此排开。 但念华说,经过协调,4月14日的冲堂数应可降为456个校系,比前一年度的最多冲堂校系数493还要少,渴望舒缓冲堂情况,避免考生困扰。 但目前尚未定案,预计将待后续大学招联会教务长工作小组会议讨论,做最终定案。 另,为了照顾弱势,大学招联会常务会已经也掏出未来二阶作业的报名费,中低收入户也比照低收入户完全减免。 但念华说,现行中低收入户只收四成报名费约400元,盼各校评估是否能完全减免。 也将一题掏给教育部也拟,帮助更多弱势家庭。 未来大学更将申请高教生更计划,其中相关经费也可补贴报名费。 该议案同样需,后续演绎。